文章来源水墨书窗 2014年一起发生在江苏的惊人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居民老齐在出门买菜时突然听到邻居家传来呼救声 他迅速召集了家人前去查看 却经见邻居家阿诚的母亲摊坐在地上 周围布满了血迹 手中还握着一把沾满了鲜血的菜刀 母亲在惊恐之中向老齐等人求救 告诉他们阿诚在猪圈内 老齐等人随即前往猪圈 却发现猪圈内一片血腥 阿诚躺在地上浑身是血 他们赶紧将阿诚从猪圈里爆出 沿途经过厨房时 经见阿诚的父亲躺在地上毫无生气 情急之下 老齐立刻拨打了110和120 将阿诚一家三口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据了解 阿诚的父母都是当地素普老师的农民 而阿诚则是一个备受瞩目的刘美博士 长时间在美国求学生活 然而这场悲剧的始末令人痛惜 谁能想到家庭幸福的背后 隐藏着如此惨痛的秘密 直至2月3日 警方终于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宗血案的凶手竟然就是这个家庭的骄傲 阿诚 经过调查 他主动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他杀害父母的动机并非出于仇恨 而是出于一种扭曲的想法 他想要带他们一起走 杨诚是小山村里飞出来的一只金凤凰 虽然家境贫寒 但父母省吃俭用 供养他读书学习 杨诚也不负众望 从小到大 他始终是亲友和老师心中的拔街人才 长大后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 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努力 获得了留学的机会 然而 17万的留学费用 对于杨诚一家来说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父母不得不再一次在经济压力 和对儿子未来的希望之间 做出艰难的选择 为了儿子的虔诚 杨诚的父母一咬牙 把家里的房子卖了 又找亲戚东拼西凑 凑够了17万 交给了杨诚 离行前 杨父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好好学 学出点名堂再回来 爹妈就是砸锅卖铁 也得供着你读书 然而 杨诚的留学之路 也存在着诸多坎坷 出身自苦含家庭的经济压力 如影随形 从小到大 杨诚都生活在一个 经济拮据的家庭中 他的父母省吃俭用 倾其所有的支持他的学业 然而 为了筹措足够的留学费用 他的父母不得不借债 卖田 甚至削减自己的生活开支 这种经济压力 使得杨诚在国外的学习生活 变得更加艰难 他时常感到责任重大 必须通过优异的表现 来回报家人的期望和付出 而在留学期间 他面对着贫富差距的现实 身边的一些同学 拥有更加优渥的经济条件 可以随意购物 旅游 甚至兼职工作 来挣取零花钱 而他 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 不得不辛苦打工 时间被分配得更加紧张 这种差距 让他感到无奈和自卑 他渐渐在追求梦想 和面对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 情感上的挫折 更是让杨诚感到痛苦不堪 他曾与一个女孩 有过深刻的感情 两人一起经历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然而 随着他的留学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最终选择了分手 这段感情的终结 让他陷入了巨大的情感波动 他在异国他乡 感到更加孤独和失落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 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好在毕业后 杨诚凭借过硬的学术实力 成功进入美国知名公司 年薪高达40万美元 然而高薪的背后 却是他内心的沉重 回国后 杨诚的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以为高薪工作会 是他追求的终点 但他很快发现 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美国知名公司的工作 虽然给了他物质上的满足 却也在他内心 埋下了隐忧和挑战 一回到家乡 杨诚原本以为 自己会成为家乡的骄傲 但面对亲戚朋友们的询问和期待 他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看到身边人的成功和进步 看到家乡的繁荣和变化 心中却产生了一种 无法言说的失落感 与此同时 他与曾经的同学相比较 却感到自己的努力 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回报 这种比较 让他陷入了情感的困境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 逐渐侵蚀了他曾经的自信心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足够优秀 他在职业上的成就虽然显著 却无法抵消内心的不安和不满 他发现自己在追求事业的同时 忽略了情感和内心的需求 导致内心的空虚和焦虑 在多重压力的作用下 杨诚的心理状态逐渐恶化 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种被边缘化 无法被理解的情感膨胀着 突然的一天 他听到了亲戚们攀比 同学们成功的话语 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努力奋斗 相比国内同学却没什么优势 心中压抑的孤独感 失落感和挫败感愈发强烈 再次有了轻生的念头 我自杀了 我的父母该怎么办 因为担心父母无法承受失去自己的痛苦 疯狂的杨诚便打算先杀了他们再自杀 这样一家三口在地底下还能团圆 于是趁着父亲不注意 陷入癫狂的杨诚 用砖砸向父亲的后脑勺并补了几道 而后转向已经被吓傻的母亲 最后准备自杀的时候 被邻居救下并报警 好在抢救急时 杨诚的母亲捡回一条命 但他的父亲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而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凶手阿诚 被诊断出患 有无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 再加上杨诚母亲的谅解书 和村民的求情 最终法院酌情探理杨诚 有期徒刑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力两年 曾经的天之骄子 如今的阶下囚令人唏嘘